嗨 欢迎来到毛丹的视频 今天要来分享我的十月爱用品了 大家是不是久等了 待会儿要给大家分享的 有很多都是我十月份新发现的 让我真的爱不释手的好产品 所以我们就不废话了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拜拜 第一个产品是我之前别样开箱里面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支很有意思的风唇蜜 可能国内的朋友对这个品牌不是说特别的熟悉 这是在国外斯福兰可以买到的品牌boxom 大家这个风唇蜜真的是让我爱到疯狂 那上嘴的效果就是超级的滋润 超级有感觉会让你整个嘴巴麻麻的 并且它会有一点点风唇的效果 尤其是在冬天我的嘴巴特别特别干 整个表面就是一层硬硬的皮 嘴唇都是那种皱皱巴巴的唇纹特别明显 所以我在上妆之前先涂上它 它真的会让你的嘴 啊不要跑 它就让我的嘴巴整个那个状态就丰润了起来 后续你再涂别的唇膏呀 就会很服贴比较滋润 也不会说把你嘴上的死皮全部给凸显出来 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用过之后 非常非常的喜欢 特别想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boxom 这个颜色超级超级的好看 素颜涂都完全没有问题 接下来是两个美宝莲的产品 一个是它的大师妆前乳 我一直没怎么对这个品牌进行挖掘 但是最近就是这个是之前粉饰盒子里面收到的 这个妆前乳超级超级适合冬天 我前段时间不是涂什么脸上都浮粉吗 后来我就再尝试一些滋润的妆前乳 用过玛丽大家的金箔 那个是OK的 我之前也推荐过 然后又用了这个 我觉得这个甚至比玛丽大家那个更好用 比起来它价格还要更便宜一些 它是会有一点点珠光的 涂上它呢 你的脸就会有一个及时的提亮 它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 我即使是全脸使用 就在T区容易出油的地方 后面也不会说因为太滋润 出油出的很厉害 脱妆什么的 让后续底妆服贴的效果 滋润的效果都让我很满意 就是我没想到我会喜欢上这个妆前乳 所以我这个很推荐 大师妆前乳 然后另一个美宝莲的呢 就是它家的 这个香槟金色的高光 也是它家的大师系列 没想到它两个是同一个系列 我刚发现超美 偶然间入的这一款 让我非常的喜欢 原本我觉得它上脸会是像 金属光泽一样闪瞎眼的那种高光 结果上脸还挺自然的 并且不会说特别显纹理 可以看到哈我脸颊上有一点点光子 还有鼻梁上有一点点这个 它跟我的肤色呢也特别贴 上脸可以从柔和到闪瞎眼 这样自然过度 并且粉是特别的懦软 包装呢有点开架 并且如果手上有一点油的话 就不太好打开 这个这是一个它的缺点 但是以它里面这个粉的质量 上脸的表现 就是无敌超级喜欢 接下来推荐几个国货品牌的 透真的产品 透真是前两个月我才听说过的 一个国货品牌 并且它也是一个很平价的 但是包装做的还都挺好的 我私下里一直在尝试它家的产品 用下来就觉得这个美粉呢 超级好用 我之前好像在视频里也用过 我最喜欢的美粉就是上色 很容易的 经常看我妆教视频的话 会发现我很少在视频里用美粉 因为我就觉得那种产品呢 老是在沾粉 老是在叠加 并且有的美粉 它显色不是很好 填充起眉毛间的空隙 就很费劲 但是这个就完全不一样 颜色就选得特别好 一个比较偏红棕的 然后这个有一点点绿 又有一点棕的那种深色 这边是一个偏冷的黑色 每个颜色都非常容易显色 就是我取一次粉 我几乎就可以完成 整个眉毛的那种 这是我特别特别喜欢它的理由 并且它这个小刷子 这么不起眼的一只小刷子 居然很好用 它的颜色就是适合于 深色到红棕发色之间的 我画的时候是直接沾中间这块粉 然后整个把眉毛的轮廓勾出来 然后再需要加重的 比如说眉尾 我希望眉尾更清晰一些 我就用这个最深的黑色 再加重一下眉尾 然后用剩下的余粉去扫眉头 整个就一气合成 毫不费劲画眉毛 并且出来的这种 渐变雾眉的效果 超棒 超喜欢 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眉粉 所以这个一定要给大家推荐 另外它叫这个粉笔 我也是很喜欢 它里面的这个粉体是两个颜色 一个肤色 一个是偏亮象牙白色 所以这个呢 可以定妆 可以补妆 又可以沾取这个偏亮的颜色 去提亮你的剂区啊 你的苹果肌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实用性也很好 并且重要的是粉质 哦 在这个价位表现真的很好了 包装我也很喜欢 就不会显得太廉价 还有这块巨大的镜子 但是缺点呢 是挺容易沾指纹了 这个壳子 另外两个偷真的三色眼影呢 虽然它不是我这个月的爱用品 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全珠光的这种组合盘 但是它的品质是很好的 粉质超弱软 不会很飞粉 三色的眼影画起来很简单 适合新手 这两个盘子搭配起来 可以画出比较丰富的眼妆 包装呢也是美的 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 我希望它能够有一个哑光色 然后是我最近疯狂用的 疯狂在我视频中出现的 西班牙的这个安瓶精华 晚上用的这小蓝瓶 在我身上 它对我的闭口真的是有奇效 这个应该叫 Alpha Peeling夜间换肤精华 它里边是这样 一支一支的小玻璃瓶 然后每次用的时候 就掰开一个玻璃瓶 然后它这边有附送一个底座 和这个小盖子 它这种设计呢 就是为了保证这个精华的活性 我知道它现在已经非常非常网红了 但是真的很值得再给大家推荐一次 它拯救了我脸上大部分的闭口 首先它还是一个复合果酸的产品 也就是说就在脸上呢 它有温和去角质的功能 它里面这个酸的成分呀 它可以疏通这边的毛孔 毛孔不通畅了 就被堵上了 然后就有一个补起的那种闭合性的粉刺 所以我用它我就感觉它加快了我这个皮肤的代谢 让我那些已经形成的闭口呢 更容易成熟 要么就是能够消除一些正在形成的闭口 反正我一开始用的时候 效果就是超级超级的明显 然后我的皮肤呢 不属于一个敏感肌 它对我的皮肤没有任何刺激的感觉 但是在冬天比较偏干的情况下 每天连续使用的话 这边就会有一些起皮 可能用其他的酸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就如果你觉得皮肤太干的话 你可以搭配一些其他的精华 增加这个皮肤的滋润度 另外它这个产品是有一个明显的香味的 那个香味我觉得还OK 我不会排斥 我觉得质地是非常清爽的 就不会让你去边特别油 所以如果你这个闭口的问题非常严重 我是很推荐你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产品的 有一些我挤出来的闭口 它会留下一点点的印子 我又搭配了它家这个美白的安瓶 它具有强效美白去斑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它对这些色素成绩 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然后next 给大家推荐几个我头发的洗护产品 最近爱不释手的 就是这个干发喷雾 我以前都是用最便宜最原始的方法 就铺点散粉 那个膀式的散粉 后来在视频上看到其他人有推荐 这个康如的干发喷雾 我就很心动了 就去买了来试一下 双十一的时候价格非常的便宜 花了不到一百块钱买了两瓶 然后真的超好用的 你知道有的时候某一天没有洗头 但是当天又需要出门 然后天气又冷又不想洗头 你知道那种 你能体会那种纠结的心情吗 然后有了它之后 就是由头的救星 拿来救急非常好 它的使用感非常非常好 就不会让你头发白那么一片 你像那个散粉的话 如果弄到头皮里面 这块头皮就是白乎乎的 它这个就完全不会 即使是你喷的比较多 它也不会说一块白在那里 然后它让你的头发真的是瞬间干爽 吸油的效果 控油的效果都非常棒 然后让你的头发发顶就不会这样趴在头上 我觉得用了它之后 十月份我的幸福感都有所上升 就因为这个东西 一定一定要在爱用品里面给大家分享 你用这个当然还是不能代替用水洗头的 只是就是救急一下 晚上回来还是最好洗一下头啊 双十二来的时候我百分百会再去囤几瓶这个 另外一个大家有没有注意 这次我的头发褪色还算是挺慢的 之前我染那个牛仔蓝 我洗三次 头发就会开始发黄发绿 但是这次你可以看到现在我的头发 虽然也有一些褪色 并且有一点半紫 那就是因为用了这个产品 Like Me的染色洗发水 你们可以看到它这个里面的膏体 就是深紫色的 它是具有染色效果的 我之前染的牛仔蓝嘛 我觉得用这个紫色 防止它褪色还挺好的 就现在头发会有一点的那种蓝紫色 偏紫色的那种效果 我觉得也很好看 把头发上的水挤得比较干 然后再涂一个这个 搓出一些泡沫 然后固定好 大概待个十分钟嘛 我就把它洗掉 我已经洗过好多次了 它会在我头发上附着一层淡淡的紫色 所以头发发色褪得非常慢 不容易变黄 所以我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它可以用好久好久 很多人买它是为了染头发 就比如说你把头发 漂成了非常浅的颜色 你再用它去洗头 多待一会儿 那洗完头之后 就是一个粉紫色的头发 就很好看 它在干了之后 像白色的衣服也完全不会掉色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发明 超级喜欢 那我用它的时候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我觉得它一涂在头发上 头发就开始变得特别特别的干涩 所以我把它冲洗完之后 我会用另一个产品就是 刚刚我们大中华的霸王植物精华免征菊油膏 菊油膏这种古老的名称 这个是福巴哥我种草的 给你们看 我每次都会垮一坨 然后涂在头发上 头发瞬间就变得非常的丝滑 把它冲洗干净之后呢 整个发质呢有所改变 它不会天翻地覆的 本来头发枯得像草一样用完它之后就揉顺无比 不会它真的会改善一些你头发容易这种打结的问题 你看我头发漂过染过那么多次 但是我还是很容易用手这样一输到底的 之前没有用它的时候可能就不会这么柔顺 大家想想它这个价格 我在京东上双十一的时候买的29块钱 两盒这个一盒巨大500克 它里面这个味道居然很好闻 就不是一个很油腻的味道 是有点甜甜的清爽的那种味道 不是很独特 但是超乎了我对它的想象 因为它这个品牌给我的印象就完全不是质卦的 我觉得它跟自生堂那个发膜的效果不相上限吧 相比那个这个又那么便宜 所以我肯定会推荐整个 最后一个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Glow & Read的 紫色的眼影粉 它是一个偏光色 就是你们之前疯狂问我用的什么眼影的那个颜色 给你们摸一下 它打开就是这种的很容易撒出来 但是颜色真的是没法了 看到了吗 这简直就是仙女的颜色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仙女骑在一只独角兽上面 美爆了 特别喜欢这个颜色的话一定要来入一入 它在眼睛上还挺持久的 即使你不用那个什么什么胶水 它也可以乖乖的呆在你眼睛上 色号471 好这就是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大家有没有种到草啊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 一定要点赞支持一下哦 谢谢你们 对你们想不想看一些年度的大推荐 什么集合之类的年终大赏 我看大家都开始搞起来了 你们想看的话也留下你们的弹幕 留下你们想看的内容 我尽量早一些给大家拍出来 那我们下期视频